选战倒数54天 马英九总统用他个人的身份 状告蔡英文还有民进党了 那么到底有关他会见组头的事情 讲清楚了没呢 还没有 所以蔡英文也请马英九不要转移焦点 来看我们的特别报道 周刊在日前报道 总统马英九密贵组头 让总统大选蒙上黑金的阴影 这真的是投下了选钱震撼蛋 国民党今天大动作了召开记者会 由国民党的秘书长廖辽颖 代表马英九总统 以马总统个人的名义 去对民进党还有民进党的发言人 梁文杰提出了民事提告 那么求偿200万也要求他们 必须要在四大报公开的道歉 对此蔡英文说 法律的问题归法律 但是马总统见组头这件事情 还是要讲清楚 大动作到台北地缘暗铃地壮 马总统秘会组头报道 国民党推不下去 三天澄清期限 时间到 来引目标锁定周刊报道不实 更指控民进党煽风点火 有心的政党民进党既然躲在周刊之后 意图制造更混淆社会政听的负面印象给予本党 连日要求民进党停止造谣抹黑 恶意散播不实指控 始终未能获得蔡主席以民进党的上议回应 本人决定以个人名义 素知施法 厘清事实真相 并要求民进党公开澄清道歉 拿着马总统亲笔声明 国民党秘书长廖廖以好几度拉高分贝 照稿念提告层级也事先杀盘推演 马总统以个人名义 告发民进党籍发言人梁文杰妨碍名誉 并要求四大报公开道歉 以及两百万元民事赔偿 马英九总统应该对社会说明白的 倒是他自己承认去见特定的人 那他的目的在哪里 要对社会交代清楚 那么至于就是说法律的问题 我们就按照法律程序来处理 马总统告我妨碍他名誉 但是既然他认为 陈英柱先生是跟他理念相同 那就表示说 他不认为和陈英柱先生见面 是一个妨碍名誉的事情 那他现在告我妨碍名誉 我不知道他的逻辑在哪里 国民党告民进党双方法定代表人 护杠等于蓝绿主席法庭建 黑金地雷风波左右双英选情 国民党拉高警戒走法律途径 2012战场从政党对垒到司法大战 参与室友白帅黄汉杰台北财报报道 好 马英九告民进党 那么一周刊的部分谁告呢 就是由这个当事人祖头陈英柱出来告 以及呢 这个包括了就是国民党的副主席